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T到底是考什么东西这种就给我分析了 我才知道原来PT是这么考的 就考试的时候有觉得老师教给我们这些技巧 就是在考试真的有这么大吗 教的技巧就是让我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不然我自己找的话一般是凭感觉来找 那我们课后是复习了多久难道没有分数的 因为我注意到我们是从入学到考出来 一共就用了12天13天的时间 一共加起来如果真的说真的在复习啊 可能就10个小时不到吧 对就一开始我不是最担心的是写作吗 然后后来就是上了那个课之后 我就觉得我又可以了 老师给了那个模板一倍 再加减字就可以了 把模板备好就好了 确实好像同样的时候 赞斯老师的那个写作方法是特别特别简单的 那我们在大西瓜的备考材料中 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呢 你最后是拿预测来复习的是吗 最后是你发的那个 预测然后还有用我们的网站 对网站就拿来做练习 那我们在备考中最有心得的是哪一个部分 就学那复习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学什么 就学WFD 然后反正就是 我应该我花最多时间应该就WFD了 我觉得那个就describe image 那个 对那个 我就特别害怕那个 我会卡 然后我就最后一刻我就死背那个模板 就各种模板 全都背下来 一直在练那个 就考试的时候 我一开始在害怕自己忘了 我已经还没考试的之前 我就把自己背下来最主要的几句话 我就写下来了 那阿婷有什么想对还在备考的学生说的吗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学习 但是不能紧张 一紧张啥都不行 好的好的 那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阿婷同学的分享 我们再次恭喜他拿到目标